漫畫題材, 五花百沒 只說我們香港已經百花齊放 有天馬行空, 有歷史故事 有輕鬆搞笑, 亦有浪漫感覺 到底這些香港漫畫風格有多獨特? 香港本土漫畫始於四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就以功夫漫畫為主流 不過這不代表香港漫畫就是男人天下 還有我嗎? 十三點, 稱得上是香港少女漫畫的始祖 她的主筆李慧珍不僅為香港漫畫界 開拓了少女漫畫這條新的門路 更加證明了小鮮奶一樣可以畫出彩虹 你好 我知道你十幾歲就結婚了 不是說有很多工作經驗 你是不是跟多數漫畫家一樣 都是投稿入行嗎? 不是, 反而我還沒投過稿 當時我還在讀一個… 離開了學校之後 我還在讀一間大專業 為了找學費, 一個朋友介紹我認識 我現在的先生, 五藏君 他當時是在做出版漫畫報紙 從那時候就開始入行 十三點自1966年推出 當時的社會比較窮 但你寫的十三點裡的主角 每個都是華衣美服 當時為何你會這樣設計 其實當時香港的社會 真的非常窮軍 好像還在七幾年才開始起步 一家八口一張床 在那時候的社會還是有這種現象 人頭於是, 拿招不得晚 如果…我想 將每一期的漫畫故事 都要講述一些很不開心的東西 為何不畫一些開心的東西 久不久讓自己發下白日夢 我覺得是一種減壓, 一種放鬆 何來而不為呢? 李慧珍故意將十三點設定為富家女 令主角可以用她的財力做善事 當時經常在社會新聞裡出現 很多戲嬰 因為人們窮, 養不起新聞仔 這件事我會觸發 做一個妙趣養孤兒 透過一個孤兒 我用很脆味的故事去表達出來 我寫完這期, 我也覺得 不要再將一些不開心的東西說 在漫畫界以外 十三點的影響力一樣不容忽視 說到十三點 不可以不提到當時的時裝 因為當時的時裝 走到時代的尖端, 影響力很大 而這些紙板換衣服公仔也會抄襲 你看, 這樣就換了一件衣服 是 喜歡又可以換另一件 挺有趣, 多方便 其實你為何會構思這些時裝的觸覺 我想是職業習慣 例如我去經過百貨公司 我看到有一系列很新的衣服 你稍微想想 就可以帶給你很多觸類旁東的靈感 舉個例子, 一件打結的衣服 打結可以露出肚臍, 露池妝 可以讓結在後面做露背妝 就這樣口廣出來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綠 我知道你的十三點影響非常長久 連專業時裝設計師都受十三點影響 十三點出現給了我們一種 很時尚的生活資訊方式 李惠真之前沒有人做過 他之後也沒有人做得成功 也在他十三點的漫畫中 我看到一種叫時裝設計的東西 也因為透過他的漫畫 引導了我入行 十三點最重要的元素 就是他很煙和很時尚 幾十年之後再看 也不覺得他過時 很多漫畫家都用自畫像 但李小姐又用刺繡 其實這幅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是代表我的心態 因為我畫漫畫 起稿也是我, 編故事也是我 搜集資料也是我 甚至是做一些道具也是我 即是一腳踢 這麼多東西, 集於一身 用這個代表不如威風一點, 做元帥 背著這麼多零旗 十三點是早期香港少女漫畫的表表姐 從那時候到現在, 香港少女… 少女漫畫Kiss也相生而感 加了很多現在流行的冷笑話 很多讀者都很接受 我考考你 大名養小名, 誰養大名呢? 不是大大名, 也不是巨名 答案是狗, 因為狗養大名 這個時候還說難 香港的漫畫家通常都會在公司工作 但你不用, 為什麼呢? 我們大部分的少女漫畫主筆 都會在家裡工作 自由而畢 也可以集中精神創作 你怎麼看現在的香港少女漫畫 我覺得現在香港的少女漫畫主筆 多了很多機會 就像這本少女漫畫月刊 最早期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漫畫年載 但是近幾年 香港少女漫畫主筆 都可以有一半在裡面的參與 那就是多了很多平台 讓他們發揮 是的 那雪晴又認為她在漫畫界 擔當什麼角色呢? 這個小妹妹很開心 這個公仔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我畫的漫畫 我一向想帶多些開心給別人 那想代表我的心聲 漫畫的基本條件是漂亮 畫功要細緻, 構圖要精美 這樣才可以令漫畫迷 拿起漫畫書 但偏偏的漫畫 就完全打破了這個定律 沒錯, 這些才是漫畫 80年代出現了不同主題的漫畫 而她, 搞笑登場 掛起無厘頭漫畫旋風 大家從此認住 這種漫畫就很貴金小文了 這位就是畫無厘頭搞笑漫畫的 表表者, 金小文 我想問問你 太公布了, 我以前經常看的 而且你很多搞笑的漫畫 我都知道漫畫的 為什麼你會選擇 閒滑、搞笑漫畫呢? 因為小時候都挺喜歡玩 挺喜歡搞笑的 我加速了入行的時候 見到一個同事, 尚管小強 他兩點鐘上班 準時五、六點鐘已經不見了 我心想, 畫畫畫 是不是這麼舒服、這麼過癮 因為其他人 畫畫的比較精細 開東西、開通宵, 什麼都有 所以我就選擇畫畫 不如, 這麼舒服 你其實就是一個練精學懶的人 也有一點 所以你的漫畫很簡單 一個公仔後面背景什麼都沒有 對, 真是注重的 這個女孩子這麼醜 哪有這麼有本事生的? 什麼?她是我的女兒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就是她的爸爸 什麼?我是她的媽媽 那段時間, 你的書一向成功 還出了單行本, 這些潛文化 為什麼會突然消失? 消失的原因就是 那時候是97年 一來經濟不好 寫漫畫、寫笑話 都已經…或者寫漏了 讀者有免疫 這也是一個原因 當初有什麼事情令你很辛苦 或者現在很記住在路上? 挺坎坷的 因為那時候消失不好 而且所有人的眼光很奇怪 當時已經看不起你了 一來, 而且好像… 很多事情都是敷衍你的 你問她的意見 好像不太想回答你 自己的漫畫, 無人問津 當中的辛酸 拿擅長搞笑的金小文 一點也笑不出 97年那次挫敗也沒有打倒你 到底你是用什麼方法 來絕地翻身? 其實不是絕地翻身 因為那時候公司滿藥了 所以唯有沒有人跟我招手 就是沒有人要的 因為那時候自己的漫畫 實在可能銷路比較差 那你可以做什麼? 一幫幫忙跟著你 唯有自己出版了 因為我對足球漫畫 因為我對足球這件事 很有興趣 那這些球員呢 全部都是真有其人嗎? 真有其人的 就是把球星來漫畫化了 把他們搞笑了, 樣子… 那最後的銷量呢? 銷量就出乎意料 因為我見到虎計不到 還沒出之前 我這本書給人看 這本書怎麼樣? 這樣… 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 當白鴻給輸道回來之後 知道反應很好 當時非常開心 這些就是你做了足球漫畫之後 隱身的收穫, 是嗎? 對, 這些就是當時… 因為我寫了足球漫畫 很多廣告商 需要…隱身的商品的時候 需要這些球星 多數都是找我幫忙搞一搞 很可愛 還有其他產品嗎? 有, 還有一件, 這件 也還有 這些衣服挺有趣的 對, 因為這些就是… 我筆下足球球星的漫畫技術 還有一些模型, 是嗎? 對, 還有一些模型 可以說多開一條路出來 自己的意想不到 這幅就是碧鹹 好, 不如你畫一幅 你自己的自畫像 是漫畫界擔當的角色畫 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半桶水 為什麼半桶水呢? 因為像我這樣 知道一半, 不知道一半 一半是真實的 另一半是創造出來的 一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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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謙姐, 希望你將來變成一桶水 謝謝 今時今日, 香港漫畫有多厲害 劉雲杰、李智青、麥家碧 他們的作品都成功獲得國際獎項 下一節, 三位會跟大家現身說法 不懂的, 我就越喜歡 香港漫畫的地位不斷提升 以前畫漫畫的人 會被人認為他沒有前途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香港的漫畫家 憑著他們的作品, 揚威國際 百分百感覺不僅跟香港人合作 被改編為電影 就連日本人都合作頻道 令劉雲杰成為國際漫畫獎的得主 搶我旁邊就是漫畫百分百感覺的 作者劉雲杰先生 球先生, 你的百分百感覺 奪得日本第二屆 國際漫畫獎的最優秀作品獎 你覺得你的漫畫 有哪方面吸引評判呢? 可能是我比較接近他們的評審標準 因為他們用完全漫畫演繹 例如香港漫畫 很多時候博妝形式的主流漫畫 他們的演繹形式是有很多龐白的 完全漫畫演繹是用漫畫感 例如分鏡、對白、小的龐白 他們演繹一些故事 表達形式可能是挺不同的 他接近了他們那種比較提倡的表達形式 他覺得這種形式是最表達到漫畫的特性 香港漫畫一向雙周單周刊密密出 但劉雲杰一年一本 他怎樣維持生計呢? 精裝漫畫一個很有趣的 他原來做… 譬如說初期的銷量一般的時候 去到中間如果真的做得好 他的銷量一高的時候 那些人會賣回之前的 啊… 他都在行程中賣回之前 還有這本精裝漫畫呢 他又可能不是好運 他可以衍生出很多精品出來 杯、遊戲機、飾物、手錶、毛巾 很多圖片 很多款式 他們衍生出很多收入 最重要的是適應環境 你自己不要跟那麼多人比較、攀比 你就不會覺得有什麼不舒服、不開心 白的可以說找多一點、吃多一點 好, 吃多一點 好, 吃多一點 好, 吃多一點 不要以為這本是日本漫畫 其實這本就是我們香港漫畫家 李智青的作品 這本《孫智兵法》 描寫了中國春秋末期 吳國軍事思想家孫武的新平故事 就是這套漫畫 令李智青成功奪得 日本第一屆國際漫畫獎 最優秀作品獎 李智青將中國文化融入漫畫 不僅吸引名家金庸 請他為小說繪畫封面 日本人亦對他的作品加以肯定 李先生, 這就是你日本獲得的獎 是 這幅這麼多公仔是什麼呢 這幅是當天頒獎禮的時候 一群前輩漫畫家 他們簽名留年的作品 其實日本人一向對中國文化很有興趣 當時的外相現在是首相馬生太郎先生 兩、三年前這幅國際漫畫相 也是因為透過漫畫 一種文化的外交 除了經濟上很大的幫助之外 可能是一個文化的滲透 你覺得你的作品在哪方面吸引他們呢 一個漫畫吸引 其實不只是形式的吸引 或者是一個題材的吸引 其實最重要是一個導演的功夫 就是我們說故事的技巧 漫畫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如何令讀者進入你的故事 因為這一點之後 孫子宮娘是拿了一個國際漫畫獎 吳王, 我想請辭 好, 你走 伴君如伴虎, 吳兄小心 且慢 好, 有何見交 你要走, 我留不住 但是不屬於你的, 通通留下 我孫母一向廉潔致辭, 兩袖清風 身上沒有任何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有, 腦袋 拿 透露是你的 但是腦袋裡的吳國軍事情報和部署 是吳國所有, 留下人頭 香港其實早年漫畫的地位 也不是很高 但是近年一直在提升 周精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在年初的時候 我們也合作了一個很突破的 叫做財政預算案諮詢的漫畫 漫畫的功能不只是娛樂 甚至是教育 或者是剛才我們說的漫畫外交 文化的滲透 是 因為漫畫其實是一個工具 其實根本上什麼都可以 我們不要小看漫畫 你覺得你在漫畫界擔當什麼角色 不如你畫一幅畫表達出來 很簡單 畫完了 是一支筆? 其實我們漫畫圈裡面 每一個作家都是一支筆 我們叫做主筆 但是為什麼是無筆? 我們充滿了中國文化 要香港漫畫持續發展 就要創造更多平台 培訓新進的漫畫家 讓他們可以慢慢上位和接行 好像在九零年代 而同康物爆出來的蜜蜜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無論大人和小孩 大家都會認得這隻這麼可愛的小肥豬 你最初為什麼會想起小豬? 因為我不懂得豬 不懂的, 我就越喜歡的東西 越來越不像豬, 甜蜜蜜蜜蜜 就要穿了三秒上學 是的 不過這隻小肥豬 並不是一開始就擔正做主角 這個角色可以成功出軌 全靠香港人了解選場的需要 其實最初密蜜 只不過是一家人收養的草物 連對白都沒有 後來因為密蜜越來越受歡迎 又慢慢變成了主角 糟了, 忘記了蜜蜜蜜 蜜蜜, 明天參加歌唱大賽 今晚緊張得睡不著 讓我教你掃綿羊吧 包你很快睡著 一隻, 兩隻 後來令到他表光蜜蜜人氣急聲 又推出了一連串用他做的漫畫 又後來蜜蜜蜜蜜 又用蜜蜜蜜來做主角 但miro蜜蜜蜜蜜 pandemic sad and 好, 兒子, 你看看我這邊 你再看看我後面 好, 又有多厲害 什麼成功令他推出了一系列電影 還困固了很多獎項, 包括金馬獎 你覺得你在漫畫一界 膽量什麼角色 不如你畫一幅畫表達出來 對了 我其實想畫滴滴滴汗 很擔心的… 騰騰比雞這種做法 香港的漫畫發展了這麼久 已經建立了我們獨有的歷史和文化 只要好好利用這塊基石 香港漫畫一定會更見輝煌 而我們香港的漫畫家 未來發展又會如何呢 李慧珍繼續緊貼時代步伐 積極創作 上年他更加受到法國旅遊局的邀請 推出全新作品 以13點介紹巴黎明星 逐見香港漫畫備受國際肯定 劉雲傑繼續堅持別樹一格 眼見日本運動漫畫成功 他推出以網球為主題的新作 希望向年輕人宣揚正面信息 同時為香港漫畫開創新的門路 香港漫畫家會繼續發揮獨特風格 為漫畫行業打拼 令全世界認同 Hong Kong Comic No.1 下一集會說搭棚行業 以前香港的社會搭棚的用度 是非常講座的 例如好像蓋樓、拆樓、維修保養 好吧 突然間失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